指甲盖厚度的大容量柔芯固态锂电池,弯折一万次,电池容量衰减不超过5%。 黄银社,中心网昆山11月19日电,黄银指甲盖厚度的电池包减切之后,为了爆炸,依然能正常供电,弯折一万次,电池容量衰减不超过5%, 侦测后进水不燃烧,不爆炸处能高,安全性显著提高的固态锂电池的亮相,令电池业界人士为之震惊。 19日,位于江苏昆山的苏州青陶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可日产一万只固态电池的固态锂电池产现正式投产,电池能量密度可达400WH以上,产品将注腰头,用于特种电源,高端数码等领域。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无疑会决定新能源汽车的未来。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中国动力力电池出货量为39.2,GWH同比增长28.5%,业内人士预测,但2030年前将保持25%以上的复合增速。 若未来,公共汽车、飞机和船只也改用电池供电池,还需要更多的电力,而目前的水性锂电池性能演进速度正在放缓。 于是,这颗塑性的固态电池,成为下一代锂电池发展方向,包括丰田、东芝、苹果以及宝马、奔驰、大众等国际知名企业都在这个领域有所不知。 由清华大学蓝策文学士团队,创建的苏州清陶新闻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展,全固态锂电池技术研发的团队之一。 围绕固态锂锂电池研发,公司申报的专利已经一百项,攻克了固态电解质材料量产,固态电解质模成型技术,复合正负及配方工艺,几片与电解质模间固固电面等一系列问题。 成功实现了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功能型离子导体陶瓷附和隔膜等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策文认为,固态锂电池的驱动力更强,能量储备更大,可实现充电更快,持续时间更长。 同时,由于固态电解质不可燃,无腐蚀,不挥发,不露见,即使在高温下,也不会着火,因而安全性更高。 搭载全固态锂电池的汽车,自然概率会大大降低。 隔日产一万只固态电池的固态锂电池产线正式投产,构建了完备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形成新能源材料固态储能技术自动化装备电池资源综合利用各年成果。 孵化产业投资,产业生态链,黄银社,据介绍,目前量产的第一条生产线,主要生产高能量密度固态锂离子电池,大容量柔性固态电池,高安全性固态电池,另有六条生产线正在筹备中,力争在2020年,能够满足车企在动力电池方面的需求。 固态锂电池的量产,构建了新能源材料固态储能技术自动化装备电池资源综合利用,可言成果孵化产业投资的产业生态链,为提高锂电池储能提供了新的路径,优助于推动锂电池向小型化、微型化、柔型化发展,并重新定义锂电池的形态,打破传统方方正正或原住的形态,未来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部件。 提高空间使用效率,苏州青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珍表示,本月初,南测文院士团队,或平手批昆山市投影人才集团队,或当地政府,授予一一元项目资助,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